第一名四個字 那我知道了 好那我們要介紹的答案囉 好緊張喔 欸說要讀什麼 對要讀什麼啊 讀什麼啊 趕快兩回大概 讀什麼讀什麼 好那我們剛剛講完代表字之後呢 當然還有去年的政治金句 我們就不得了了 這個大家其實有非常非常多 都是來自於疫情的記者會裡面喔 跟這個陳時中指揮官有關 然後甚至呢 他更佔了前20名當中的8個名次 全部都是跟陳時中有關喔 所以他的金句非常的多 當然啦 當然是各種金句連發 比克平還神啊 但那個阿伯也是裡面也有一句啦 對對對 等一下再來跟大家講喔 我20句才1句他有8句喔 所以我們待會就帶大家來看 到底陳時中都講了哪些話 好那今天稍微帶大家回顧一下喔 第10句這個喜事變悲劇 來自於陳柏惟 他當時呢在這個立法院 質詢了國防部長邱國正 然後後來呢 他就一直很堅持想用台語來質詢嘛 相信大家應該都有印象 但是呢後來就惹了對方 可能也不是那麼的開心 所以他後來就說啊 明明只是想要來宣傳我們的母語 怎麼會變喜事變悲劇呢 所以這個是第10名 再來是在費鴻泰 他這邊有講到 他覺得這個指揮中心的記者會喔 這個每次在記者會的當下 這個是他講的喔 是 他說武漢肺炎 隨便要想到他講對不對 我那時候看了一下 我說原來這一句是他講的 因為當時那個武漢肺炎 這四個記者其實蠻紅的 大家都覺得有道理耶 武漢肺炎 大家都覺得他們好像每次都只是在報數字 然後不知道他到底 真正的一個政策跟決策是什麼 你要報數我決策我們該怎麼做 但好像都只有在報數字 所以他就說是武漢肺炎 三點半看台北市政府的記者會就知道了 對沒有錯 雖然那時候其實很多人都說 嘿嘿嘿 謹言盛行 謹言盛行 大年初三有折東西有在看喔 大可不必大可不必 出貨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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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當時的確是很多人說 不然就等著看台北市的這個防疫記者會 好像可以更加的事先知道 下一步該怎麼做 好那再來呢這個第八名喔 非常的有名喔 不是同居是房東房客的關係 來自於我們非常有名的立法委員王定宇喔 他當時呢放棄了 立法院明明有一個免費的住宿的空間 非常的舒適 但是他就嫌那裡不夠好 所以他後來就說 不行我一定要出去找個人 請住這樣子 欸就就跟那個 言若芳榮就住在一起 他說沒有那是房東房客的關係 大家都不要想太多 真的是想太多 所以他現在新的綽號叫做 王八千元 對啊 因為他當時還說 八千塊 真的啦 不是我說的啦 那剛笑好開箱 哈哈哈哈哈 因為他當時還說 欸這個八千還有點很貴喔 等下等下 那個寶寶你在講的時候 我跟市長插個話 台北市社會局 如果那種有沒有 出租的有沒有 台北區沒有大不義 台北區太容易啊 百千塊就不可以來 你可以找他代言 而且還有早餐跟那個送車 哈哈哈 開車接送這樣 房東還有給早餐 哈哈哈 開車 好好好 所以呢這個第八名 非常的有名 再來就是第七名的這個陳時中喔 不要太不滿 當時呢也是在這個疫情的情況之下 那當然在北市府這邊呢 也有說 欸怎麼會這樣子 你好像這個話都沒有先講清楚 有時候甚至我們要看新聞報導 我們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陳時中就說 好大家不要太不滿 不要太不滿 這一句當時其實也很紅 對黃珊珊講的啊 我有印象 是不是 對黃珊珊講的 那個時候呢 他就是有回應了這個黃珊珊副市長 所以他就說 好大家不要太不滿 不要太不滿 好這一句不要有名 好再來的話 就是在這個桃園市的衛生局長王文彥喔 他當時講出的五個字叫做 特殊交友圈 有有有有有 對那時候可能他比較針對在同性的一個 這個族群的一個交友 所以他特別講出了這五個字 然後當時也是引發了軒然大波 大家就覺得你這樣子講 是不是帶有一點點歧視的意味在 所以這個就是 十到六 好那再來了 這個前五名呢 我現在貼起來 待會我要請我們的來賓們 要幫我寫在白板上 你一定是洩題了嘛 你剛剛講的陳時中 對不對有好幾題 這邊只寫一個陳時中 表示上面都是陳時中啊 沒有全部啦 對不對 很多都是他 你以為要被143 157的人這麼容易啊 我直接猜第一名啦 直接猜第一名 一定是那個大可鴨子嘛對不對 一定是 我覺得一定是 通常是從第五名開始 是是是 好啦我覺得剛剛 因為其實剛剛我們在中間 已經有講到了一句 也是五名的其中一句 我們現在是要猜是不是 對我們現在就猜 那猜了以後 猜了以後可以吃 吃感冒還是怎麼樣嗎 吃感冒 啊不行吃啊 現在很 好來來 現在不能吃了 現在大家帶口 好第五名呢是八個字 就是當時陳時中部長 在五月的這個記者會 他就有被問到對於柯市長的發言說 這個扣傳數的計算問題 後來他就用一句話來回擊柯市長 後來這個呢就是 八個字 對超級夯的一個流行語 還被做成名音圖 你這題跟他有關 他是一定知道啊 你不知道 那我現在主持人 我可以問一下 跟動物有關對不對 八個字哦 八個字哦 不是啊 這個不是應該 好大家寫好之後 你猜錯了 你有那個就是把握的話 你就直接秀出來 欸那我舞集達隊有獎品啊 強搭你想要吃什麼 吃橘子好不好 啊搶答哦 搶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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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來來來 兩位來 選我選我選我 欸 欸一樣的 Bingo 答對答對 是不是 是是是 社會網路的重度使用者 重度使用者 這個才第五名啊 這個第一名耶 對不對 出發網路 沒有這個才第一名 大可不必 對大可不必 那個市長你有印象嗎 我 我 我對他講的話不太在意 哈哈哈哈 講的話不太故意 其實我是覺得那個陳時中部長 他是有那個 他是有故意的 他其實是在講 粗暴言論大可不必 大可 你還不知道你說你 啊 粗暴言論大可不必 大可不必 大可不必 好好那這一題呢就是 讓我們寫那麼高興 到底對不對啊 對啦 我來吃開就是了好不好 粗暴言論大可不必 就是這個 其實他講錯了 粗暴言論 柯大不必 對啊 應該是柯大 應該要反過來對不對 好好 再來再來第四名 第四名 欸第四名這個 我覺得大家應該都記得 是啊 這個就是當時呢 主記長朱哲明 他對於物價上面的一個失言 欸有沒有印象 知道知道知道 那個要怎麼寫 沒關係 你直接寫就是 那個名稱 然後跟 多少錢 哦好好好 有沒有明顯 我覺得超明顯的 好了 這個要搶速度囉 好緊張 3 3 1 1 柯仔麵線120元 等一下等一下 為什麼你寫那麼快 加1 不對不對 沒有啊 等一下 寫錯了要扣分啊 如果你敢搶他 我跟助學人都是這樣贏的你知道嗎 他一直搶 他一直錯 柯偉害你錯了 因為沒有藕啊 他沒有藕啊 他是一碗麵線20塊 他沒有藕啊 沒有他一開始 他講的是柯仔麵線 等一下 我們今天這個是這樣 那個人有問 我們就是名嘴生死豆 好不好 就跟誰對 他一開始就是講柯仔麵線 後來人家吐槽的時候沒有蚵仔 他才變成是青面線 所以他一開始講柯仔麵線120 然後他然後還被 欸你看 你也有蚵仔耶 是不是 其實我是剛剛偷看柯市長的 因為這個角度可以看得到 對 到底有沒有蚵仔 請不要我們自己的答 來來來 3 2 1 真的喔 蚵仔麵線120元 其實大家都寫對啦 就基本上都是寫對啦 那偉翰哥就動手 我還是親面線 欸偉翰哥寫這很快喔 你是不是寫這很快 對因為我這個 常常寫 對常常寫信 常常寫信 好好好 那你待會兒開始講 我就開始寫了 嘿嘿我一邊講 你如果有靈感 就立刻可以開始動手 來來來來 再來第三名 六個字 六個字 陳時中部長當時 以一個委婉的用詞 來形容確診案例 彼此的接觸 喔 喔喔喔喔喔 這個感覺 喔寫字寫字 你怎麼可以 那兩個都真的很快 欸 喔我穿來寫出你耶 怎麼知道耶 有有有有有有 可以可以 太好笑了 我寫的太這個太吵了啦 我們看後面兩個 恭喜我們四位來答對了 你是用畫的嗎你 欸但你們兩個寫字真的很快 我跟你講我最後兩隻是用畫 因為我看已經快好了 對 什麼鬼字啊 欸今天是名嘴生死鬥 欸等一下這樣這樣子的話 我們是不是那個要 暗示要比較 不要那麼多 對 暗示是不是太多了 對啊 太明顯了嗎 對對對就是 暗示要少一點 對 好 市長的話 對 我跟你講 其實市長那個 剛剛他前面就已經寫了 老正第一個是不是有三個字 不對 喔不對嗎 我亂講的 我怎麼知道 我其實已經 我告訴你 那厲害的地方就是不提示直接猜 啊 欸 好不好 可以 這樣才厲害的 好 因為 你說通 因為市長現在目前已經 黑人問號 網路 沒有他就在想說網路猜題 大可不必 大可不必 我這房市證我怎麼知道這件事情對不對 市長你還行的嗎 有啦他剛剛以為是市長還行的嗎 網路猜題大可不必 他在旁邊看很細了 第三名第二名 好來來來 因為你知道嗎 我等一下我插個話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覺得 我後來發現他是網路上面最多人討論的 對 聲量最高 對 那第一名的是 你看第一名153萬 比其他多那麼多 那肯定是一個 我們家講出來 現場包含的帥哥美女都知道的事情 對 四個字 第一名是四個字 第一名四個字 那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喔 喔 要先寫第一名啊 也是指揮中心說的喔 你要先寫第一名喔 四個字 教證迴歸 哈哈哈 教證迴歸 欸真的是 你要先寫第一名 等一下 對 教證迴歸 對不對 我跟妳講 我剛剛又偷看市長 對對對 我專門在這邊偷看了 但是問題是 那不一定啊 那第二名 第二名有沒有 等一下啊 那我試一下啊 哈哈哈 好啦第一名就教證迴歸啦 喔厲害耶 等一下 我可以直接猜第二名 馬上第二名是不是三個字 猜錯的話剛剛 三個字 也是指揮中心說 這我一定對 三個字 三個字 這我一定對 我一解封 哇塞 是我一解封 我不知道啊 我就 我想 登登登登 你起來你寫什麼 我負責 我知道他寫柯文哲 我負責啊 他寫柯文哲 這句超文耶 我負責啊 他說 3加11我負責 這也有可能啊 這也有可能啊 可以啊 你們是怎樣 2比2 2比2 大家介紹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等等等等 各位網友 下我的一手 我們柯文哲市長還沒有寫 他跟同他寫下來 我也是我負責 我真的也是我負責啊 跟同神一樣2比2 我跟同神一樣 對啊這句超文 那我們要讀什麼呢 牛肉麵 牛肉麵一碗 你負責的還想怎麼樣 我好像 我好像寫太快了 現在 現在後悔了嗎 好像是我負責 應該是我負責 等一下我還是等等 那市長 如果你湊了怎麼辦 我跟秋名玉兩個人 都專訪一次 欸 欸 欸 我這個感覺很賺欸 欸 你對的話 我們就不用專訪一次 好 混賞不賠對不對 我跟妳在講說 妳要是錯話 妳給我黃昏 我錯話我給妳黃昏 對對對 你們要人家反覆自己 要黃昏好 好啦我們要介紹我答案囉 好緊張喔 好緊張喔 欸說要讀什麼 對要讀什麼啊 讀什麼啊 讀什麼讀什麼 我會解釋 你們兩個真的是 他們說很快 他們兩個比較準 我們畢竟是電台主持人 好不好 每天看很多報紙 我們畢竟是每組的 有什麼不對 微解風是對的啊 欸 微解風那個時候 真的是引起很大的討論 不是 而且那個時候 他現在是說網路上面的聲量 網路聲量最好 所以微解風 在網路上被討論得多 還是我負責被討論得多 我負責啊 微解風 不是不是 因為那個微解風的定義太奇怪了 你們不要多為 等等等等